不少香港人、中國人都很想自己的子女可以讀到名校 尤其是大學 如果在美國,由哈佛、Stanford、MIT等 就是這些了 剛剛收到消息 Stanford大學院長、校長 他的名字叫Mark Tesla Levine 他是老科的專家 你說他自己辭職也好 你說他被人解僱也好 總之現在開始他不是史丹福大學的校長 為甚麼呢? 因為史丹福大學自己學校裏的報紙 那麼就揭發了這個Tesla Levine 在他未做大學、未入史丹福之前 就出過一堆文文 還有他當時是在一間公司叫Genentec 這一間是生化公司來的 專門研究藥 他在這間公司那段時候做研究 寫閲了一些文書 就是專門針對這個腦退化的 那麼 那時候還沒有在史丹福大學那裡做 但現在呢 对現在呢 大學那個學校報紙 揭發了他所寫的很多文書 關於腦退化的研究做得不夠緊密和有錯誤 是1999年到2009年 即是十幾二十幾年前 他所寫的東西說他當時的研究是未夠VIGOROUS 以及說他可能有些數據 你說他搞錯了也可以 你說他報大數、做錯數也可以 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雖然他那時不是史丹福大學的人 但是現在史丹福大學 他都不可以做校長 但他仍然可以在史丹福大學教生物 我會把這個連結放在我描述 看這件事的時候 就要這樣看 你說關我甚麼事 我這個台通常都是說說移民 在這裏的生活 關我甚麼事 那麼這個如果你說不關事就不關事 但是這個呢 亦都可以看到 可以說是 心態和這個做事方式的不同 這個文化的不同 因為尤其是他做的這些研究 不是說我的意見是甚麼 你的意見是甚麼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說研究這個政治 研究其他文學上這些 大家有不同意見 那爭吵起來 即是有時間爭吵 但是做這些研究 尤其是Genentech 研究這個腦退化 怎樣可以有些甚麼新藥 那些treatment是怎樣 這些這樣的事情 有錯漏是大件事的 我在沒多久之前 在這個台那裏也都介紹過 這裏的紀錄片 Elizabeth Holmes Bled Blood 或者Drop Out 有人說我發明了 怎樣驗血 怎知道就是欺騙的 即是現在坐牢 那個Elizabeth Holmes 但是這些 他是不是全部錯了 未必是 但是現在的話 就是說你做事 不行 Vigorous 即是不夠鹽 或者那些數據 可能有錯漏 沒有說過他的研究 最後會殺死人 或者去研究 是故意作故事 他沒有這樣說 總之你有錯漏 你未必是 conclusion未必是錯的 但是未夠Vigorous 這樣都要劈砲 這樣都會是要揹獲的 這一個可以說 這裏做研究 做學術 做事 那個的看法 那個的工場職場 或者這些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說 喂 很隨便 這裏絕對不隨便 因為 如果是真的 因為這些研究 弄死人 搞錯 那個的責任是很大 還有 我在前幾個片 亦都說過 這裏對人命來說 是可以說 是看得很重的 不可以說 隻眼開隻眼閉 就算你有什麼 研究一些藥 明知是有害 每一樣藥 每一個的treatment 都有side effect 都會死人的 但是你要公佈 究竟 你的risk factor 在哪裡 有多少個percent 做了什麼實驗 可能有千分之一 會這樣說 這些要列出來 不可以說 在標籤上 能依百病 不行 所以 所有的claim 所有在這些 學術性的東西 是拿得十分之緊 這個可以看得到 第二 看得到 這份報紙 不是想賺什麼錢 為什麼會刊登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慢慢會出來 但是這份報紙 是史丹福大學自己的報紙 通常自己 校報當然說 我這間學校出了多少名人 有什麼好的研究 綁到多少人 我這間大學做了什麼威水 有多少個拿了諾貝爾獎 這些好東西才說 校報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但是這份報紙 雖然是校報 都把他自己學校 大學的校長 打了你落馬 拉你落馬 那是否有些人想去落馬 整股他 這個我們不知道 這個我們不可能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他有外面的panel 不單止 又找了外面的 其他大學的校長 又找了其他的法官 又找了其他的科學家 來看一看 全部review了他的那些研究 這個 都幾大件事 你找到這樣 搞到這麼嚴重 還有你都知道 這樣一搞 對大學的聲譽 都很有影響 但是自己的校報 都會這樣說 都會這樣登出來 即是說 這件事可以說 都是十分嚴重的一件事 尤其是在這裡 對大學所謂權威來說 都可以這樣來挑戰它 可以說我們要學習 要做一個借鏡 都是應該的